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Souhou也展现出超过10倍的优越性能 Souhou晶片的最大突破在于它直接将Transformer架构嵌入晶片内部 据Edge的公司负责人Uberti透露 Souhou采用了台积电的先进4nm工艺制造 不仅在推理性能上远超GPU和其他通用人工智慧晶片 更在能耗控制上达到了新的高度 对于Transformer技术而言 Souhou无疑是目前市场上最快的晶片 其性能与其他产品之间存在显著的量级差异 值得一提的是 当前主流的AI产品如ChatGPT Cloud Gemini和Sora等 均基于Transformer架构驱动 作为世界上首款Transformer ASIC应用型专用集成电路晶片 Souhou的集成应用更是令人瞩目 据测试 一台配备8块Souhou晶片的服务器 其性能足以媲美160块H100GPU的集群 具体而言 集成8块Souhou晶片的服务器 每秒能够处理高达50万的Lama7 B Tokens 这一数据在业界堪称前所未有 而打造这款杰出晶片的Edge的公司 位于美国加州的库比蒂诺 尽管成立仅两年 团队规模也仅有35人 但其创始人哈佛辍学生Gavin Oberti前 ArctoML和前XNOR.AI员工和Chris Drew 与资深技术专家Robert Walken和前 塞普拉斯半导体公司首席技术官Mark Ross共同领导 已经成功研发出这款专为大模型AI设计的晶片 展现了其强大的技术实力和无限潜力 健康生活编辑部 谢谢收看 健康生活关心您的生活健康 请订阅点赞及转传